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说 建国总理李光耀远见着实 让我国如今可以享有特有的和睦劳资关系 而他的努力也有助建立一个坚强的劳资政合作模式 在这场由劳资政集体合作组织 为纪念李光耀百年诞辰而筹办的对话会上 部长也呼吁国人继续发扬劳资政合作精神 共同努力克服挑战 并着重培养下一代的劳资政领导人